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怎么样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以赛亚书第十三章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是 润巴比伦 应当在进光的山树立大旗 向群众扬声招手 使他们进入贵宙的门 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 我招呼我的勇士 就是那金花高傲之辈 为要成就我怒中锁定的 山间有多人的声音 好像是大国人民 有许多国的名剧及轰廊的声音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 预备打仗 他们从远方来 从天边来 就是耶和华 并他恼恨的兵器 要毁灭这全地 你们要哀嚎 因为天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这日来到 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所以人手都必软弱 人心都必消化 他们必金黄悲痛 愁苦必将他们抓住 他们很痛 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 彼此惊奇相看 脸如火焰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必有残忍 愤恨烈怒 使这地荒凉 从其中除灭罪人 天上的众星群秀都不发光 日头一出就变黑暗 月亮也不放光 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 因罪孽刑罚恶人 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 制服强暴人的狂傲 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 使人比恶匪重金更少 我万君之耶和华 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 必使天震动 使地摇汗 离其本位 人必像被追赶的鹿 像无人收据的羊 各归回本族 各逃到本土 凡被仇敌追上的 必被刺死 凡被捉住的 必被刀杀 他们的婴孩 必在他们眼前摔碎 他们的房屋 必被抢夺 他们的妻子 必被玷污 我必激动 迷迪亚人来攻击他们 迷迪亚人不注重银子 也不喜爱金子 他们必用攻击碎少年人 不怜悯 不怜悯父人所生的 也也不顾喜孩子 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 为迦勒底人所金夸的华美 必像神所亲父的索多玛 额摩拉一样 其内必有无人烟 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 支搭帐篷 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 卧在那里 只有旷野的肘兽 卧在那里 咆哮得受满了房屋 鸵鸟住在那里 野山羊在那里跳舞 豺狼必在她宫中呼嚎 野狗必在她华美殿内吼叫 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 她的日子必不长久 今天的读经时间就到这里结束咯 下次也要一起收听圣经好好听咯 拜拜